主任 赵主任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赵主任 求求你救救我爸 我爸可不行了 杨毅 你们父子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我也无能为力啊 赵主任 你心心好 只要你肯救我爸 我什么都答应你 实话告诉你 马绍已经发话了 现在整个云水市 谁敢救你父亲 就是跟马家作对 马家供应着 全市的医疗器械 你就别为难我了吧 赵主任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肯救我爸 以后就是当牛做马 我都会报答你的 我说你小子 听不懂人话吗 别说马绍已经发了话 就算我肯救你父亲 你付得起医疗费吗 我 家里为了起诉马家 非法拆钱 杨东生 识相地把地契交出 否则我借你一次 打你一次 早划光了所有积蓄 赵主任 你先给我爸治病 手术费的事 我一定会做其他 就凭你 爸 爸 爸 你一定要沉住了 爸 爸 就凭你们父子也想跟我斗 怎么样 连你得不到的女人 我都唾手可得 对了 这个计谋就是他给我想 是不是很意外啊 想打我 你倒是爬起来啊 你这个废物 走 这俩人坛在这干嘛呢 这俩人咋了 你别拍了 要不要报警啊 你们有人打过120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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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认识她 因为后面这里发生车祸 你们现在立刻派车过来救人 这 不好说啊 还有多新吗 哎 动了动了 你烟尽静改了 没删的 你怎么样 把门来就动了 这女的是 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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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配穿上这身白大褂 你个毛头小子 少在那装枪做事 你要是能让他活过来 我跪在你面前 学狗叫 好 你爸 你爸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我还要是能让他活过来 我只能让他活过来 我只能让他活过来 他只能让他活过来 我家只能让他活过来 我还以为他活过来 我还要是能让他活过来 赵主人见死不救 这件事情 医院会严肃处理 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今天太感谢你了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我叫江青青 你叫我青青就行 大小姐不好了 医护人员行事要稳重 你做事怎么毛毛躁躁的 大小姐 江老太爷病情家中 被送进急救室了 什么 医生 我爷爷他怎么样了 老爷子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随时有可能 大小姐 您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会这样 江小姐别急 江老太爷吉人自有天下 一定不会有事的 您说得对 一定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大小姐 还抢您起哀 我爷爷还没死呢 对不起大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小姐 我猜测 江老爷子可能是中毒了 中毒 没错 看样子 中毒已经很深了 他怎么知道 不希望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 大小姐 杨逸这小子 只不过是妙术堂的学徒 他一个连行医执照都没有的人 能懂什么艺术啊 你个用意 又如何知道我中华医学文化的博大精神 大小姐 您就任这小子在这里胡搅蛮缠吗 大小姐 您就任这小子在这里胡搅蛮缠吗 老爷子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随时有可能 还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杨逸 你真的能治好我爷爷 八成把握 大小姐 你不能拿老爷子来开玩笑啊 难不成你有更稳妥的方法吗 我 figures 我说怎么办 都没有一个人 无论 他不信 看我 小姐 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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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毅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狠毒了 爷爷 爷爷 清清 爷爷你终于醒了 你可吓死清清了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爷爷 好多了 你就是杨毅呀 是的江老太爷 哎呀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 不知你在哪家医院高救啊 江老太爷谬赞了 我自小跟随父亲学习医术 经营着一家祖传的医馆 老爷 小姐 查清楚了 老爷的用药 一直都是由赵德汉负责的 赵德汉 人呢 小姐人已经跑了 小姐人已经跑了 跑得倒是挺快 吩咐下去 让整个云水市的医疗行业 联合封杀赵德汉 我要让他求知无门 是 江小姐 既然江老爷已经醒来 我就先走了 你救了我爷爷 我领感谢你 江小姐 行图报不是君子所为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送你一程 不用 我打车就行 怎么 你这是不拿我当朋友啊 没有 那你跟我客气什么 那麻烦了 你拿我当司机啊 不是的 江小姐 还是不拿我当朋友 清清 清清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可以叫我清清 不说了快上车吧 我谁 我 你 我 喂 马绍 这个杨毅不仅没有死 还救活了杨东生这个老不死的 什么 这小子还真是命硬 正好 本少爷还没玩够呢 这次就陪他好好玩玩 怎么回事啊 是这里吗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来拿点东西 杨毅 你说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狗命 咋就不知道真心呢 还非要在本少面前晃一 你就这么喜欢找死啊 马绍 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这下您正好可以从他手里 把妙手堂的地气抢过来 还是你最懂 李美煞 好歹我们曾经相恋一场 没想到 你竟如此怠惰 这杨毅 你也不照照镜子 千千小手就叫谈恋爱 你也太天真了吧 你呀 连我家马绍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十年何东十年何西 早晚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马绍 他凶人家 一条狗乱叫而已 你别怕 没事 你 他们人多 放心吧 就这几个人 我还不放在眼里 马文才重伤我们父子 我今天要他血债血偿 杨毅 你把妙手堂的地气交给我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怎么样 马文才 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 你 杨毅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想要地气自己来拿 马绍跟他废话干什么 直接废了他 地气不就到手了 哼 给我上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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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 马绍 现在轮到你了 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 马绍 现在轮到你了 你敢 你 你 杨毅 你给我打我 我让你吃不了肚子 马绍 爸 你来着好 快帮我废了杨毅 看看你这个样子 啊 一点小事都搞不好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是你打伤我儿子的 说说吧 说什么 人是我打的没错 你敢打我儿子 那就说一言了 打你儿子几下就要我偿命 那你儿子差点把我爸打死 这样赔几条命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我的要求也不过分 三百万 加上他的两条土命 你 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年轻人 在云水时 还没几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看你是在找死 马总的威风还真是不小啊 我今天总算见识到 哟 是江小姐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就要问你的好儿子了 到底为什么把我困在这儿 爸 别和这儿废话了 闭嘴 怎么哭 江小姐 三百万 我会拆人 给您送到府上的 爸 走吧 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这马家的税力也不小 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清清 谢谢你替我着想 但马家欠我的 该还还得还 但马家欠我的 该还还得还 爸 这事就这么算了 江家 我们现在还惹不起 可杨毅那小子 他又不是江家的人 江家 我们现在动不了 但杨毅这小子 必须死 这个就是地气啊 对 这妙手堂 是我们杨家几大积蓄 现在 你放心 以你的医术呀 一定会让杨家 重振门眉的 马上 什么狗屁江家女婿 你说 我爸这是出了什么 搜主意 不仅没有把杨毅 怎么着 反而帮他奏事了 马上 马总这是在捧杀 杨毅呢 那江清清 不但和孟家 有婚约在身 还有不少追求者 都是云水市的 权贵子弟 这不就等于是把杨毅 架在火上烤 不愧是我爹 够狠 你怎么回事 心疼你那废物前男友呢 那怎么可能呢 他哪里比得上你呀 我就是在想 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吞了 岂不是太憋屈了 那你说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找个杀手不就 赵大汉 你帮我办件事 清清 你是在等我吗 别叫这么亲密 清清啊 咱们俩的婚事 可是早就定了 还有我听说 配合我一下 看见我身后那个男人没 她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 给我选的未婚妇 麻烦你帮我个忙 找一下我男朋友 可是 我觉得她挺好的 哎呀 她不是我的菜 你就帮我一下吧 拜托了 好 你谁啊 凭什么玩着清清 莫少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男朋友杨毅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男朋友杨毅 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 凭空冒出来的江家女婿啊 江清清 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我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笑话吗 是吗 不好意思啊 这段婚约我可不认 莫少站着的地方 挡到我和我男朋友的路了 麻烦让一言 感情这东西可以婚后慢慢培养 放眼整个云水事 除了我孟晴天 还有谁配得上你 孟晴天 你也太普兴了吧 我男朋友啊 比你好一百倍 就凭他 一个狗东西也配合我相提并论 狗东西骂谁 狗东西骂你 哦 你敢耍我 孟晴天 别以为你在云水事之首这天 就可以为所欲为 别人怕你 我江清清可不怕你 清清啊 你早晚是我的女人 我不跟你计较 至于你 只要你肯跪下求饶 我今天就仁慈的放过你 就你 还不配 看来你今天是铁了心 要与我为敌了 那行 今天本少就打到你跪下为止 孟少总会行如此大力 你 今日只是给你个小小的教训 警告你 以后别再纠缠我女朋友 这不是江大小姐跟孟少吗 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啊 九爷客气了 黄九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啊 这位是 怎么从来没见过 啊 这位是我男朋友杨毅 是个医生 啊 不错 一表人才啊 都被在这站着了 跟我进来 嗯 前面表现得不错啊 看把你未婚夫气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 好好好 那个男的 是不是就是什么 江家的女婿啊 江家和孟家 不是联姻了吗 怎么可能找这种 来路不明的人啊 什么来路不明的人 什么来路不明的人 他是我男朋友 哎呦 还是江大小姐会玩 有婚约还有男朋友 好羡慕啊 你 好了清清 犯不着和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反正他也时日不多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就是看你面下 你最近有血光之在 你别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信不信 可以 那就等你平安度过这段时间再说吧 哼 哼 杨毅 你怎么看出他有血光之灾的 其实我根本就没看出来 那你还 吓吓他罢了 就是 你也这么想吧 九云 各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 宇轩 这是我女儿 宇轩 真不愧是黄九爷的女儿 真是国色天香 宛若仙女下凡呢 可惜啊 小女脸上 有道疤痕 就连勤劳都束手无策 我知道你们都是 云水市医疗业界的顶尖人才 谁要是能治好小女 就是我的恩人 以后 有用的找我黄某人的地方 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哼 得到了黄九爷的支持 江青青 我看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 不知道能否请黄小姐喝一杯啊 不好意思 我不会喝酒 那黄小姐 想不想治好脸上的疤痕 你有办法 当然 这是我师门古法传承的去八丹 我师门古法传承的去八丹 只要黄小姐服下 我保证要倒八除 爸 孟家小子 你要能治好我女儿 以后 你就是我们黄下的座上宾 怎么了 为什么叹气啊 孟晴天这次 要倒大霉了 黄小姐这疤痕 是体内火毒淤积所致 岂是普通驱八丹能够解决的 弄不好 还有可能加速体内火毒爆发时间 很有可能害死黄玉轩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那孟晴天她不叫完了 黄玉轩是九爷的独女 平时使我珍宝 若是黄玉轩出了什么差错 这九爷还不得灭了孟晴天 乃至青龙会 这黄家的势力这么恐怖吗 是啊 黄家的势力深不可测 甚至就连我们五湖商会 恐怕都要忌惮三分 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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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姐 你怎么样黄小姐 你给我女儿吃了什么 就是屈八的药丸啊 等会儿再给你算账 快去精心了 快啊 九爷 杨毅能治好你女儿 我爷爷就是她治好的 治 九爷 情况危急 时间不等人呢 拜托你救救我女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九爷 您放心 杨毅一定能治好你女儿的 拜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怎么还没通家 九爷 你可以相信杨毅的医术 一定会没事的 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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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轩轩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九爷 这小子连心女资格症都没有 怎么可能治好黄小姐 您再相信我一次 以孟家在医学界的人脉 肯定能找到治好黄小姐的人 你 九爷别急 不消片刻 黄小姐就会醒来 当真 九爷 住口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已经害过轩轩一次了 最好把不该有的心思收一收 否则 你值得后果 爸 轩轩 你可算醒了 怎么样 我感觉好多了 我们可要好好谢谢孟少 她 不是她救的你 这个才是你的救命恩人 她这怎么了 我没事 哥哥 你可愿意娶我 她这怎么了 我没事 哥哥 你可愿意娶我 黄小姐 我救你是医者人心 你是不是嫌我丑 黄小姐 你脸上的疤痕已经去除 以你的容貌 在整个云水市 也是排得上号的 可我不能因为救了你 就让你以身相许 那我说什么人了 爸 你看 真的好了 黄小姐 恭喜你恢复容貌 但杨毅 她是我男朋友 没事 那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雪雪 九爷 既然恋爱已经好了 天也亮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多谢你救了小女 以后在云水市 有事尽管来找黄猫 我说话算话 九爷言重了 那晚辈就先谢过九爷了 嗯 杨毅 我跟你施不两立 杨毅 我跟你施不两立 九爷 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告辞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耽误了你这么久 二位先回去休息吧 嗯 杨毅 对不起啊 我只是不想嫁给孟擎天 所以才拉你来做挡箭牌的 没想到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没事 正所谓获惜福所以 要不是因为有你 我可能认识不了 像黄九爷这样的大人物 那倒也是 毕竟某人呢还得到了黄小姐的青睐呢 是吧 易哥哥 清清 你就别取笑我了 黄小姐是小孩子脾气 玩笑话当不得真 那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嗯 好了不问你了 我们快走吧 好了不问你了 我们快走吧 记住 这次的任务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诺索 说 谁派你来杀我的 你杀了我吧 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 不说 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开口 你当姑奶奶我是吓大的吗 嗯 说出幕后主谋是谁 我便饶你 如果我死了 会有人凭我报仇的 而你 将会受到无尽的追杀 九爷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消息 有人雇佣杀神殿的杀手来杀你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消息 有人雇佣杀神殿的杀手来杀你 幸好你没事 不然啊 全群非要怨走不可 九爷 他是你的人 没错 是我的人 不过 不是我让他来的 看啥 还不信杨绍道歉 不知道他刚刚救了萱萱吗 萱萱没事了 杨绍 对不起 行了 现在总能说出幕后主谋是谁了吧 九爷 看我干嘛 说呀 是 故我杀杨绍的人 是马氏集团的赵德汉 赵德汉 马文子 又是你们 杨绍一 能不能看在他不知情的份上 饶他一命 既然他是您的人 这个面怎么还是要有的 只是 既然他是您的人 这个面怎么还是要有的 只是 哎呀 我懂 你刚救了萱萱 我的人就来杀你 这件事属实是我们不妥 这样 晚晚规矩交出一根手指 这事就算了 九爷 大可不必 哎 那可不行 我黄青峰从来不干过河拆桥的事 不如这样 让他解决掉赵德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好 就这么定了 九爷这次亲自来 应该不只是为了收拾暑假吧 果然聪明啊 我没看错你 我想请你帮我救个人 顶尖是 一座别墅和一辆车 至于剩下的报酬 事情完了之后 你自然会等到 那如果我救不了呢 这车和别墅 就当是枕金了 不过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不愧是老狐狸 心思果然正面 放心 我对你没有歹意 只要你救了他 别说是马氏集团 就算是青龙会 他也能帮你灭了 好 那我就尽力一事 好 好 好 你是什么人 要干什么 少废话 赵德汉已经死了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闭嘴 杨毅现在是我们杀神殿的座上宾 敢跟他做的 就是和我们杀神殿做对 跟九爷做对 我劝你坐实之前 现在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没事我就不能来了 当然不是 随时欢迎江大小姐 这还差不多 走吧 去哪 去我家 见我爷爷 见家长 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 那又怎么了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这是给你的彩礼签 作为考虑要不要嫁给我 这样呢 你至少可以少奋斗三十年 怎么 你这是打算 包养我 好了不逗你了 这是马家给你的赔偿费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书下了 哇 清清 这里就是你的家 嗯 那可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这么一对比 我家简直像是贫民苦 所以啊 要不要考虑来我家当上门女婿呢 那为什么我不好好奋斗一下 然后风风光光娶你呢 这么说 那你是想娶我了 就不告诉你 你还不告诉我 你 清清 别胡闹了 我没胡闹爷爷 是他欺负我 对 大小姐 都是我的错 好了好了 别愣着了 快进来吧 哈哈哈哈 爸 你说 这杨毅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会这么问 昨天晚上我差点就没命了 你说这杀神殿的人 怎么会护着杨毅 什么 你居然股杀神殿的人 去刺杀杨毅 居然股杀神殿的人 去刺杀杨毅 我就想给他一个教训 真是蠢货 你知不知道杨毅 刚救了黄九爷的女儿 你觉得黄九爷会坐视不管 爸 我也是报仇心切 真是蠢货 以后 以后别说你是我儿子 小杨啊 以后就把这儿当成是自己的家 不要拘束 好的江爷爷 老江啊 他就是你说的医学奇才 对 秦郎 没想到可以在这儿碰到您 你认识我 秦郎 您是一届的泰斗 在我们云水市大没响当当 我当然认识你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在医学上 我遇到一个难题 有一位病人 身体体症一切症状 但医治昏迷不醒 我想请你去看一看 连秦郎都解决不了 那这个病 恐怕十分的急事 我可以看一下 他的检测报告 或者是最近的医疗记录吗 好的 我正带着呢 怎么样 秦郎 这是三阴鬼癌 此阵凶险无比 若是不能及时救治 就是大罗神仙在世 恐怕也回天法术了 夏州长得的居然是三阴鬼癌 老秦啊 既然知道了病因 那就赶快为夏州长诊治吧 三阴鬼癌 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 根本没有一致的办法 糟了 怎么了 此病越补越凶 我给夏州长开的几副补药 那不是在催命吗 这也怪我 州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心安呢 秦郎别急 夏州长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你有办法 嗯 喂 不好了 老江 夏州长叹 不好了 老江 夏州长叹 江老 不好了 医院电话 夏州长叹已经 什么 那倒未必 清了 江老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或许还来得及 清清 嗯 你好 这是夏州长房间吗 你们是谁 打听这个干什么 是这样的 秦郎让我来为夏州长诊治 胡说 夏州长他 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他亲近的 跟你也说不清楚 再晚就真来不及了 哎 哎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是来救人的 你看不见吗 你 你 秦郎 这两个人意图不轨 夏州长 我和他说不通 珊珊 是我请来 为夏州长诊治的 可是夏州长他 希望奇迹会发生吧 嗯 希望奇迹会发生吧 嗯 杨姨 夏州长他 夏州长他 也无大碍 只是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醒来 能醒就好 方才多有得罪二位 希望你们二位大人有大量 不要怪我 我们不怪你 毕竟 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 你休息会儿吧 阿姨不也说了吗 夏州长什么时候醒了 还是个未知数 你休息会儿吧 阿姨不也说了吗 夏州长什么时候醒了 还是个未知数 夏州长 夏州长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造这么大的罪 阿姨 你快看 夏州长他是不是要醒过来了 啊 面色有所好转 夏州 不久便会醒来 醒了 太好了 秦竹姐 你终于醒了 傻丫头 别哭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多谢请老相交 夏州长 你这病不是我治好的 哦 那 是杨毅 都是他的功劳 多谢请老相交 夏州长 你这病不是我治好的 哦 那 是杨毅 都是他的功劳 你别看他年轻啊 医术高明 连我都不及他呀 大恩大德 铭记于心 夏州长不要在意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 你现在能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好 认识这么久 不知小友师成何人 不知能否与令师见上一面 我的医术是自有跟随父亲学习的 可我父亲被马氏集团马文才打成重伤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马文才看重梁医家医馆所在那块地皮 便强插了医馆 这也太不像话了 没王法了 居然在我眼皮子里下发生这种事情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说法 这马家也太脏狂了 多谢夏州长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说法 这马家也太脏狂了 多谢夏州长 不必那么神奋 叫我清主姐就好 那清主姐 马家就麻烦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病的这段时日 他们也太目中无人了 是时候应该好好敲打敲打他们 没想到夏州长 竟是这般雷厉风行之人 秦老 怎么了 杨毅 你到我们医院来上班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 好你个秦德旺 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杨毅 你到我们医院来 待遇觉得比他们家强 多谢二位的好意 但是啊 我现在打算重建妙手堂 恐怕没有精力顾忌太多 没事 到我们医院做个顾问 来又好商量 你这个老家伙 你才老东西 你懂不懂什么是随机应变呢 当初咱们俩商量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杨毅上我们医院上班 大有前途啊 还是我们那儿好 你老给我争 争来争去 老是这个样子 你挖墙角 清清 秦老和姜老太爷 不用管他俩 他俩经常因为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能吵个半天 那看来秦老和姜老太爷 他们的感情还挺好的呀 认不出我了 我们认识 怎么 打完人就不认账了 原来是你啊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九爷的秘书 田弯弯 同时还是冷面杀手田弯弯 你这上面身份 玩得够刺激啊 走 上车 带你看房去 怎么 杨少 这回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啊 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啊 不怕我杀你啊 与孩子家家的 就不要天天舞蹈弄棒了 听小姐 黄老先生这般灰烬如土 到底想要我救什么人 先说好 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可不问 晚了 上了贼船 哪有轻易下船的道理 你说是吧 这个车 一会儿带你去买房 九爷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兑现的 那总得告诉我要救的人是谁吧 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 这下是真的上了贼船了 你这胃口不小啊 一选就选了个楼王 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我自然要大捞一笔 对了 邪小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我今晚有时间哦 不是 我就想问一问 知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古玉买 原来是这事啊 你求我去告诉你 算了 我还是去问舅爷吧 你已经 你不走我怎么带你去啊 多谢 老板 你这里有没有古玉买 没有没有 去别地看看去吧 稍等 二位 实在是太凑巧了 刚刚有个顾客打电话 原本的古玉不要了 我看二位有缘 就卖给二位吧 那这古玉 怎么卖 也不贵 五十万一块 老板 你是别人不要的古玉卖给我们 怕是不好吧 咱去别家看看 也对 那八十万两块 不能再低了 五十万两块 卖不卖 行 成交 走 此人前后返程 必定无诈 田小姐 你先回去吧 我倒要看看 这老板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你先回去吧 我倒要看看 这老板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大少爷 事情 按照您的吩咐 都办好了 只要杨毅 动了那两块古玉 就会立刻无法失望 非常好 把宝宣阁交给你 我很是放心 这两块玉 是极品中的极品 是孝敬您的 多谢大少爷提携 我才能有今天 梦晴天呢 孟晴天 这次 我要让你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要让你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没想到这股玉 尽力中 尽身蕴含这么强大的脑梁 老板 我想当点东西 我这里可不是收破烂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收的 你对我看什么态度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我态度怎么了 要换就换 不换就走人 你 这玉 最多给你十万 什么 我这玉的橙色这么好 你竟然给这么少的钱 你这个奸商 你敢骂我去奸商 五万块 多一分不给 要不换就给我走人 这玉配我买下了 你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就不能来吗 能 能来 小兄弟 你说 要买这玉 是真的吧 是的 老先生 这枚玉配 我出一百万买了 小子 不带这么抢生意的 我就抢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你可知道 宝轩阁的东家是谁吗 小心惹祸上身 吃不了兜着走 不就是孟家吗 孟情天我都不怕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凭你 口出狂言 信不信有你 老先生 我们走 我说真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楚 这医馆一看就不是正经治病救人的地方 唉 我又何尝不知道呢 只是我这身份不适合出现在正规医院 只能出此下策了 你怎么来了 哦 钱我都凑齐了 请马上给我孙女做手术 楚灵雪的手术竟然做不了了 我不过晚交了一天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别说晚一天 就是一分钟 你们都要等半个月 你说什么 半个月 我孙女的病情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这是不把病患当回事吗 我管你们死活 等不及 就带你孙女赶紧管 你 老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老毛病了 就我孙女了解 说 她孙女现在在什么地方 想知道 行啊 给我转十万块钱 我就告诉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会遭报应的 好人才活不成 你说是不是 你给我吃了什么 送你见阎王的好东西 你给我吃了什么 送你见阎王的好东西 快把解药给我 三分钟之内 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你就会蹊跷流血 暴体而亡 只要你把她孙女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我就给你解药 行 我告诉你 她孙女就在那边库房 你居然把病人放在库房 你不仅不配当医生 更不配为人 你就好好享受这毒药的滋味吧 老楚 我们走 你最好祈祷我孙女没事 不然 雪儿 我的雪儿 老楚 我来看看 哦 快 怎么样 她没事吧 老楚 你孙女虽然脉象微弱 但是生命体征正常 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哦 小妖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只是 您孙女这症状 有些奇怪 什么意思 我孙女她 老楚 您孙女 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生人吧 你怎么知道 那就对了 她得的是九绝寒脉 体内有大量寒气 现在已经渗透到五脏六腹 莫说没有做过手术 就是做了手术 我就 没有做过手术 就是做了手术 恐怕也救不到 那 那我孙女 我刚刚说了一些真气 应该可以抵挡一段时间寒气的清洗 但要想根治这九绝寒症 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 好 医学做听你的 只要能治好我孙女 为了方便后续治疗 你们就先来我家住吧 这 那不会太麻烦了吗 不会 就是多双筷子的事 小悠恩情 我老楚铭记在心了 老楚严重了 对了 小悠 可不能因为我孙女 让您看上人命官司呀 那有毒负担 放心吧 那事故完 只会让她只会专心之后 我不伤心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求求你 你就把解药 给我吧 这根本就没有解药 只要你心有歹心 就守钻心之头 你这黑心医院 还是早日关了为妙 你 你好歹毒啊你 彼此彼此 老楚 你别急 有我在 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 好 真酒 对 就是用真酒 来导出你孙女体内的寒毒 之前我也给她用过真酒啊 真是完全没有效果呀 普通的真酒 自然是没用的 还需要加以真气辅助 小悠 你没事吧 没事 老楚 你孙女应该马上就能醒来 你在这儿陪一下她 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老楚客气了 我就在外面 你有什么事出来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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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姑娘 你身体正虚弱 还需要多休息 放心吧 义哥哥 我就是躺太久了 活动活动 哦 对了 义哥哥 你身体没大碍了吧 我没事了 岂止没事 要是再给我一块骨鱼 我就能满血复活了 岂止没事 要是再给我一块骨鱼 我就能满血复活了 杨姨啊 快 尝尝雪儿的手艺 楚姑娘真是心灵手巧 这一次我是有口福了 义哥哥以后和爷爷一样 叫我雪儿就行了 那好 雪儿 住在这里你有什么不习惯吗 没有 习惯的 就是躺太久 倒想出去逛逛 这有什么难的 一会儿吃完饭 带你出去逛逛 行了 行了 吃饭吧 谢谢义哥哥 吃饭 吃饭 阿姨 这位是 清清 她是我的远房表妹 雪儿 雪儿妹妹好 姐姐好 义哥哥 那我就先上去了 嗯 清清 大晚上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 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来了 对不起啊 你头发乱了 嗯 我 明天我来接你 你陪我去给爷爷买个礼物 怎么还没回来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啊 啊 啊 叶哥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说说吧 你和那个姐姐 怎么回事 嗯 小孩子没大没小 现在 我就问问嘛 如你所见 哦 赶紧回去睡觉 嗯 叶哥哥 嗯 你今天打扮成这样 是要去约会吗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少掺和 叶哥哥 那我可以跟真一起去吗 我保证 我会打扰你们的 雪儿别闹 今天 是陪清清给他爷爷选礼 应该会晚点回来 哦 叶哥哥 你今天 该不会不回来了吧 想说什么呢 我走了 嗯 清清 今天怎么打扮的 这么好看呀 出门逛街要穿最体面的衣服 这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逛街 比较有底气 行吧 上车 今天呢 我们的任务 就是在这里选一件宝物 作为寿礼 送给爷爷 作为晚辈 我也理应选一件礼物 送给老爷子 行啊 你只管选 我来付钱 哪有让女孩子付钱的道理啊 我可是这里的超级会员啊 可以在珍宝区 免费挑选三个宝物 不管价值积许 都可以带走 所以这样的话 就不算是我付钱吧 这样啊 那我可得选一件好宝贝 送给你一件 行 杨艺 他怎么在这里 难道他还没有吸收那两块骨玉 还真是晦气啊 在哪都能看见你啊 杨艺 难道他还没有吸收那两块骨玉 还真是晦气啊 在哪都能看见你啊 杨艺 可不是吗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真是晦气 不愧是你 这就是健宝区了 今天就全靠你了 全靠他 他会健宝吗 哪来的狗 带人就要 竟敢骂本少爷狗 孟少 请不要自己对号入座 你 你别嘚瑟 你医术是很厉害 但是健宝 十个你也比不上本少爷 是吗 不服 咱们来比一比 好啊 还真敢答应 真实无知 健宝 可不是光靠运气就行了 怎么比 好 你我在这健宝区随机挑选两件宝物 价高者得 怎么样 没问题 你若赢了 带上所有东西你任选一件 本少爷买单 好 爽快 若是我输了 你也任选一件 我来买单 不 本少爷不缺钱 你输了 只要从清清身边 永远消失就是 你做梦 阿姨 我们走 清清 白白送上门来的钱 没理由不要 孟晴天的剑宝 很有一手的 我们真的要和他赌吗 放心 我有信心 孟晴天 既然这样 那我就再加一注 你敢不敢赌 赌什么 我们的婚约 若是阿姨输了 我就答应嫁给你 绝不反悔 若是阿姨输了 我就答应嫁给你 绝不反悔 若是你输了 就必须和我解除婚约 怎么样 你说话算数 本小姐说话一言九鼎 好 我答应你 好 你就不怕 我真把你输了 我相信你 两位既然有如此雅兴 不如立个字句如何 江小姐 敢不敢立个字句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 九姑娘 拿纸笔来 江青青你这个小贱人 等你叫到孟家 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那就请九姑娘 为我们做个见证吧 你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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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 开始吧 江小姐 把自己的婚姻 补在杨艺身上 是不是有些 太冲动了 多谢九姑娘关心 但是 我相信阿姨 不过 就算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我也不会为难你的 杨艺 我倒要看看 你是否像传言中那般厉害 我认识 我不会 我at 阿姨 晚上 我 customized Operator 太好了 我 九姑娘 我选好了 可以直接宣布结果了 杨毅是不可能找到 比这两件物件 更值钱的东西了 梦少 再等等吧 尘埃落定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我就不信他能找到 比这月白又花菇 更值钱的东西 孟晴天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质量 就凭你手中这破壶 你就想赢过我手中这两件质品 你可真是痴人说梦啊 没见识的东西 就不要大言不惭 杨毅你是狗急跳墙了吧 就凭这两件破东西 你就想赢过我 这是九龙紫砂壶 价格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而这枚玉石 是一枚烟雨九眼玉 在玉石里面 是可遇不可求的质号 就是十个月白又花菇 都不及一门 喂 胜负一分 九龙紫砂壶 和烟雨九眼玉 价值更高 恭喜你杨毅 你赢了 孟少 承让了 这九龙紫砂壶 是我替青青选的 不用你管 这烟雨九眼玉的钱 麻烦你付一下 这点小钱 本少爷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小钱 天真 九姑娘 刷卡 九姑娘 怎么了 孟少这张卡余额不足 什么 这不可能 孟少 这双二花口瓶 价值八百万 月白有花菇 价值一千万 加上杨毅选的那枚 烟雨九眼玉 一共是价值 一亿三千万 请问 你确定 你这张卡上的钱 够吗 这怎么可能 珍宝区的物品 什么时候价变得这么高了 怎么可能 珍宝区的物品 什么时候价变得这么高了 未鉴定前 价确实不高 但是鉴定之后 就要按市价解算了 那他这块玉呢 江小姐是我们玲珑阁的超级会员 有三次免费淘宝的机会 所以他那个不用交钱 徐九九 你他妈耍我吗 孟青天 你要在我这里闹事吗 别人怕你青龙会 我徐九九可是大风大闹里听过来的 莫少 我这个前卫婚妻啊 劝你一句 这玲珑阁里的杀手 各顶各的都是高手 硬来 可是会受伤呢 不知道徐姑娘 可否宽限几日 不行 规矩就是规矩 钱到 人走 什么意思 打肿脸充胖子 杨逸 你什么你 比不过 就想玩鹰的是吗 江青青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杨逸了 哪点都比不上 你什么意思 自明一丧 你自己想想 你什么时候比过杨逸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越没本事的人脾气越大 说的就是你 怎么回事 你做了什么事 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让人在浴室上 做了什么手脚 难道都忘了吗 如今 你也是自食恶果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阿易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看他那样子 能是假的吗 孟青天 你可真卑鄙 请 请 爹 闭嘴 没用的东西 要不是九姑娘派人通知我 这传出去 孟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九姑娘 麻烦了 孟会长说的哪里话 开门做生意 来者就是客忙 不过 规矩就是规矩 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您说呢 九姑娘说的是啊 你就是杨逸 是我 你三番两次欺辱我儿子 现在又想插上我们 青龙会和五湖商会的联姻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只是江小姐的事 我管定了 小娃娃 不是什么闲事都能管 你锋芒太露 小心天极度 锋芒太露 小心天极度 哦 是吗 那我就踢破这层天 好啊 年轻人有魄力 我就想看看你 怎么踏破云水 是这层天 孟会长 你可以带走孟少了 把人带走 九姑娘 今天的善儿就多谢你了 以后啊 我会经常来的 我谢谢你啊 没事就不用来了 怎么 九姑娘肉疼了 你说呢 九姑娘 刚才真的谢谢你了 我杨姨不喜欢欠人情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提 杨少果然爽快 那我可就 现在就提了 九姑娘所求莫非是 没错 不知 你是否有办法诊治 办法倒是有 只不过时间 可能要稍久一些 真的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腿脊 我什么条件 都可以答应你 真的 千真万真 那如果 是这玲珑格 可以 没问题 我这腿 九小姐 你这腿急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想要痊愈 恐怕需要费些心力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腿 我立刻将这玲珑格 转让给你 九小姐客气了 我刚才就是随口一说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又怎么能 趁人之危呢 相比这玲珑格 我更想像个正常人 一样生活 九小姐不必担心 过段时间 你的心愿 便会拿成的 至于这玲珑格 我认为 有九姑娘这样的朋友 要远比玲珑格珍贵 行 大恩不言信 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直接开口 那好 天色也不早了 清清再等我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恕不远送 清清 这个九龙紫砂壶 你拿去送给家老 那枚烟雨九眼玉 我打算收眼当天 亲自送给老爷子 阿易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 和我就别客气了 阿易 我们在一起吧 我回去就把退婚的事告诉爷爷 爷爷要是知道你是我男朋友 一定会很开心的 这 你不愿意吗 我愿意 只是现在我树敌太多 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现在的我还不够强大 我害怕 无法护你出去 可是我好害怕你被别人抢走 不会的 爸 您刚出院 怎么能喝酒呢 哎呦 我的儿子 在医院里一天可把我给憋坏了 就喝一点 老杨啊 您能养出这么个好的儿子 祖坟都要冒清烟了 可不是吗 我这儿子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祖坟那岂止是冒清烟了 老祖宗都跑出来了 我说老楚 你也是可以啊 我爸平时可不爱大利人 没想到 你能和他喝到一块去 那就对了 这就说明我老楚啊 人格魅力好 叶哥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说了一点私事 哦 老楚 爷爷 怎么了老楚 怎么了爷爷 扶到里边 扶到里边 爷爷 老楚 爷爷 怎么了老楚 怎么了爷爷 扶到里边 扶到里边 爷爷 老楚 你这内山有点严重啊 没事 叶哥哥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 放心吧 有我贼 老楚不会有事的 爷爷 爷爷 扶到里边 没想到你的针法这么玄妙啊 我这毛病啊 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了 对不起老楚 以我现在的实力 还是不能帮你将它彻底跟除 别自责 虽然你的修为还很低 但是你的天赋很好 假以时日 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心里急言 我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你能答应 老楚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说话 什么事 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你能帮我压制内伤 七日之后 我要离开一趟 爷爷 你要走吗 啊 咱们楚家的事 也该有个了结了 咱们楚家的事 也该有个了结了 雪儿 亦哥哥 你醒了 嗯 雪儿 我爸他们呢 哦 他们下去成练去了 雪儿 辛苦你了 每天都做饭 这有什么的 我喜欢做饭呀 对了亦哥哥 你快出去 怎么了 今天你说了呗 不 不是的 那个我 来来来看看 吃什么老楚 来来来看看 雪儿的独家尖角啊 哎哟 舒坦呢 哎 老楚啊 这家里啊 还得有个女人啊 叔叔 来来来 我有事要出门 换件衣服 哎 你个臭小子 不吃饭了啊 哎 老楚 快快 吃饭吃饭 还是我孙女啊 来来来 多吃点 来 青青 你当着你未婚夫的面 和别人怎么亲近 不太好吧 咯 这五毛 还能够 我们只能够 你能够 好吃 太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们今天还是多注意一点吧 我们今天还是多注意一点吧 走 还是我孙女懂我呀 好东西呀 爷爷喜欢就好 对了 杨姨也有礼物要送给您呢 秦秦啊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了吗 杨姨家的条件还送什么礼啊 到时候礼物拿不出来很难看 江爷爷 这是我送您的小心翼 好 你这么小的盒子能装什么礼物 没关系 杨姨啊 心翼最重要 江爷爷 今天您过寿 这个礼物啊 我准备很久了 这个杨姨一定是故意的 这个不就是个地摊货吗 杨姨 你要没钱呢 就别丢人现眼了 你把我爷爷当什么呀 说破烂的 江赫 杨姨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再这样无理取闹 就给我滚出去 我 你把我爷爷当什么呀 说破烂的 江赫 杨姨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再这样无理取闹 就给我滚出去 我 杨姨啊 你人来了我就非常开心 这 这是 这是烟雨酒眼狱 乃是浴室中的鸡品 爷爷 这穷小子一定买不起 一定是个宴品 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程度 杨姨啊 不知这烟雨酒眼狱是从何而来啊 这是我和清清从零龙阁逃回来的 哦 你还会剑跑 略知一二 好好好 真是个好小伙子 一表人才啊 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我们这些老家伙呀 将来都得给这些年轻人们让路啊 坐坐坐坐坐 江爷爷 您说笑了 您哪有那么老 看起来多精神啊 哈哈哈哈 爸 嗯 行了 今日您大寿是良辰吉日 我想将晴天和清清的婚事提上日程 孩子们不小了 早日完婚 你也可以早点报上曾孙不是 婚约的事儿 金金跟我说了 在玲珑阁不是已经解除了吗 啊 啊 这是小孩子们开玩笑罢了 孟会长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就算是一辈子不嫁人 去泥关当泥孤 也不会嫁给孟晴天这种道貌岸然 大男子主义的自大狂 江青青 你这个贱人 我 孟晴天 你怎么说话呢 爷爷 你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 你难道真的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我们江家就只有清清这么一个宝贝孙女 我绝对不会让他所嫁非人 我宣布 孟晴天跟我孙女江青青的婚约正式解除 江老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百年之后 你们江家还会像今天这样吗 哼 到那时候 除了我们孟家 谁还能保护清清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身子骨还硬了 婚约的事儿 你想都不要想 这婚约说解除就解除 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吧 儿戏 你们孟家把我孙女当赌注 现在又让我把孙女嫁给你们孟家 哼 这才是过分了吧 江老爷子 是清清非要拿回约做赌注我才 住口 你们父子俩在背后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非要让我一一跟你们说出来吗 父子俩在背后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非要让我一一跟你们说出来吗 江老爷子 您确定要和我们青龙会翻脸了 翻脸又如何 你真以为你们青龙会可以只手遮天吗 没错 从今天开始 我们五湖商会跟你们青龙会毫无瓜葛 江老爷子 您可想好了 我们走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江爷爷 你没事吧 阿爷 你快来看看爷爷到底怎么了 青青 别急 有我在 江爷爷不会有事的 你少在这里猫虎耗子 贾慈悲 一定是你给爷爷下的毒 你有什么证据 我还说 是你狼子也行人将丑不好 给江爷爷下毒呢 说 是你狼子也行人将丑不好 给江爷爷下毒呢 你胡说 一定是你介于我们江家的财产 所以才会对爷爷下毒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就想走出江家大门 够了 大哥 阿姨不是那样的人 青青 你别被他给蒙蔽了 爷爷 杨姨 我可能种的是宁露天香 这是一种慢性毒药 你 能解吗 爷爷 你不能让他给你解 你忘了黄青风来雨水市 就是为了做那传说中的雨水之王 如果不是五湖山会和青龙会的联盟 估计早就得逞了 他给杨姨又是送车又是送别墅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易 怎么可能对他那么好 我没有 江爷爷 您中毒太深 还是让我先看看吧 大哥 你干什么 我在保护爷爷 爷爷 我相信阿姨不是那样的人 好 静静 父侯回房间 爷爷慢点 慢点 原来是你一直在背后捣鬼 江河 你这个畜生 我真后悔当初让青青他爸收留了你 反正你也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的 是你自己 从来不是别人 不 是你逼我的 别跟他废话了 直接交给警方 你以为我会怕吗 告诉你 孟家的人会救我出去的 你确定吗 如今对于孟家而言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大哥 尽管你一直一事无成 可爷爷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 爷爷甚至打算把僵尸一半的势力交给你 可是你 这些年我对你不薄啊 我一直把你当亲孙子对待 爷爷 对不起爷爷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笑 看在爷爷那次多年的严孙情上 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江家跟你断绝任何关系 我们江家跟你断绝任何关系 从此以后你跟江家没有任何瓜葛 不要 爷爷 清清 清清求求你帮帮我 清清 还不快滚 我跟爷爷去读 好 我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罗素已经完全结束了 将爷爷醒来 这是世界问题 阿姨 这次还好有你在 要不然爷爷这次空吧 清清 清清 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再说了 江河折服这么久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 清清 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再说了 江河折服这么久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 我也不知道大哥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的感情 爷爷的心里一定很难受 好了 孟会长 你找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确实有一事想请大师帮忙 说吧 买什么关子 我想让五湖商会消失 如果大师能办到 想要什么尽管提 那你就帮我准备二十枚极瓶骨玉 狮子大开口啊 等我收拾完江家 再收拾你 好 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出血 至于这五湖商会 必须让它消失 好 感谢观看 黄金峰曾经答应我做一件事 那江爷爷也答应我一个条件吧 好 你说吧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再告诉你 以后江家不管由谁做主 我今天这个承诺会一直有效 多谢江爷爷 怎么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是天王王 黄金峰的人 没关系 不过黄金峰这个人总是一项神秘 你跟他打交道 一定要处处留心 嗯 喂 田小姐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田小姐 我现在有事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挂了 啊 九爷找你 现在方便的话 来云安会多一趟吧 好 我现在就过去 看来黄金峰已经得到消息了 你去吧 自己多加小心啊 好 多谢江爷爷提点 好 多谢江爷爷提点 嗯 爷爷 那我去送送他 好 嘿哟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我看杨逸啊 绝非等险之辈 将来有可能问顶云水之王啊 哈哈哈哈 阿易 要不然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你在家里好好照顾江爷爷 哦 那你要是碰见了黄雨萱怎么办 一哥哥 你 怎么了吗 清清 他就只是个小朋友而已 那我也还是小朋友 你干嘛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挺可爱的 你快去吧 一哥哥你来了 黄小姐怎么亲自出来了 我出来迎你 难道你不高兴吗 黄小姐 我是有女朋友的 我知道 不就是江青青吗 我跟他公平竞争 果然是小朋友 走吧 我爸还在里面等我们呢 爸 一哥哥来了 来了 坐吧 坐 小萱 你去找婉婉 又把我支开 那一哥哥 我们等会儿见 这丫头被我惯坏了 来 喝茶 九爷 这次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江家跟青龙会闹歪的事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对 当时我就在场 云水师要变天了 这里面云含着巨大的危机与运气 我也要未雨绸缪 杨逸 你记不记得 我要你帮我救一个人 对 我记得 嗯 差不错吧 嗯 一哥哥 我们去吃饭吧 嗯 是啊 嗯 ك 吻 水 月 月 月 感谢观看 我们就出发 不行 一个个刚来 怎么可以就走了 萱萱别闹 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再让你的一哥哥好好陪你两天 行不行 好吧 我们家萱萱最懂事了 万万 把后边的尾巴甩了 是 这么多人争夺韩四海吗 是啊 韩四海是四海帮的龙头 以前在云水市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即便是现在 他也是众多权贵 竞相强夺的资源 有所耳闻 都传言 韩四海已经死了 没想到 居然是被黄九爷救下了 韩四海 韩四海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按理来说早就该醒了 但是现在却像植物人一样 这说明 有人只需要他昏迷 并不希望他死 你有解肠的把握 只需要将被封住的穴道解开就行 但他能不能醒来 就要看韩四海的造化了 好 开始吧 怎么样了 韩四海应该是在极度痛苦和不甘的情况下 被人封住了脑部的穴道 所以这些年才没有苏醒的迹象 那该怎么办 穴道我都已经全部解开 至于他能不能醒来 还要看他的求生意志有多强 求生的欲望越强烈 醒来的越快 可要是 可是什么 要是他没有求生的欲望 及时解开了穴道 这一辈子 也有可能醒不过来 可要是 可是什么 要是他没有求生的欲望 及时解开了穴道 这一辈子 也有可能醒不过来 韩四海啊韩四海 当年你最亲戚的人背叛了你 你的心血四海帮也毁于一旦 睡了这么多年 你也该醒了 让那些人得到阴影的惩罚 九亿 有用 再说些什么 刺激他一下 想想你的小女儿 她还那么小 就被残忍地杀害 你就不想报仇吗 想一想 快起来呀韩四海 像个男人也要给你女儿报仇 原来是你 你是 是你救了我 是也不是 我也是受人所托 真正救你的 是我身边这位黄九亿 真正救你的 是我身边这位黄九亿 你看着 有点面熟 别人叫黄青风 来自燕京的皇家 就是那个拥有杀神殿的皇家 没错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想 让你帮我 成为云水之王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可以帮你报仇 这次来云水 我带来杀神殿的一个堂口 甚至 我还可以帮你重返燕京 好 我答应你 好 这黄青风隐藏得够深了 光是杀神殿的名字 就能够令云水是 曾经的王者沉浮 以后 我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九亿 病人已经醒来 需要休息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帮我马上坐一下 田小姐 杀神殿一个堂口 有多少个杀手 不多 百十号人吧 百十号人还不多 那杀神殿一共有多少个堂口 你求我去告诉你 我又不会吃了你 叶哥哥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 雪儿 我解决点私事 叶哥哥 雪儿等了你好久啊 好空啊 困了就赶紧去睡觉 叶哥哥 你别老臭我头 臭傻了 你娶我呀 不说你也傻傻的 赶紧睡觉 嗯 嗯 嗯 喂 琴琴 怎么回事 这么活鸡活鸟的 老褚 问你个事 知道云水之王吗 云水之王 嗯 其实啊 每个城市 都有一个隐藏的真正王者 掌管着整个城市的器人 这个器人啊 巧到可以影响 整个城市的发展建设 大到 可以帮助武者 修真非生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黄九炎 那么看重韩思汗 黄九炎 哪个黄九炎 我只知道他叫黄青风 我的车和别墅 都是他送的 目的就是为了 让我帮他救出韩思汗 是他啊 目的就是为了 让我帮他救出韩思汗 是他啊 老褚 你认识他 嗯 黄青风 人送外号阎王 做事心狠手了 不是个善茬啊 原来 已经消失很多年了 没想到 会出现在云水市 看来啊 他让你帮他救出韩思汗 是想竞争云水之王 借助器云修炼 老蜀 我还有急事 先走了 好 谢谢 我叫你帮我 你帮我 这天 谢谢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阿易 看出什么来了吗 怎么样阿易 看出什么来了吗 这是一种可以操控人性的奇数 这次我们是听到高手 邪叔 什么的 云姐姐 你来了 清清 这么着急找我 是有什么料要帮吗 云姐姐 你听说过死人开口说话吗 死人说话 跳楼事件阿易已经查清楚了原委 现在要让死人开口说话 真的 你就是杨毅 你好 云小姐 你好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怎么了 难道外面都是我很老吗 难道外面都是我很老吗 没有 我以为一个医术超过勤劳的人 怎么的也是个少了年纪的老前辈 云小姐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好 各位观众 这枚钢针就是从这位患者的头部取出来的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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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害怕 你现在很安全 我会给你一笔钱 从今往后 你就会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现在 你能告诉我谁要杀你吗 真的吗 真的 我说 我全说 是孟晴天 他将我带到一个小黑屋 然后 我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我突然间就昏迷了 云小姐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交给你了 没问题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这件事只有我跟你知道 我现在和五湖商会是不死不休 那个杨毅对我恨之入骨 我不可能帮他们呀 那我问你 还能是谁 杨毅 一定是杨毅那小子 他有这本事 杨毅小子 邪性得很 不可小觑啊 好 那我就相信你这回 你现在就去云顶湾 希望你 这次不要让我失望 嗯 好 怎么样 这件事情办得漂亮吧 漂亮 云姐姐真厉害 但是我觉得阿姨更厉害 居然能让死人开口说话 平静 咱们也随会低调 不行 你这么优秀低调不起来 唉 没眼看 没眼看你就走呗 好你个姜晴晴啊 要完我就没有价值是吧 我跟你都这么熟了 跟你那么客气 岂不是显得很生疏啊 喂 爷爷 清清啊 嗯 你在哪儿啊 来云水湾一趟 这里出事了 好 我知道了 爷爷 秦清清 怎么了 云顶湾项目出了点问题 爷爷让我回去一趟 那好 我陪你一起回去 嗯 爷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小姐 咱们工地上发现了几件战国时期的文物 现在项目被暂停了 怎么会这样啊 肯定是有人搞鬼呗 嗯 我一直在工地上 如果有人搞鬼 我能不知道 你确定你一直在工地上 确定以及肯定 那就对了 平白无故出现几个文物 必须有内应才行 如果你一直在工地上 那这件事就好解释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我跟着老太爷这么长时间了 你情绪别这么激动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做贼心虚呢 你是谁啊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他是我朋友 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这么害怕我插手 一定是心里有鬼 那好 那我不干了 总能自证清白了吧 如果你敢走出这个大门 我保证你三天之内 必定暴毕 你脖子上后面那个东西 应该有一段时间 滋味很不好受吧 你说什么呀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死到临头还嘴硬 每日钻心之苦不好受吧 若是识相老实交代的话 我兴许还能救你 但若是冥王不灵 就只有横死街头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你不说 我们也能查出是谁在搞鬼 到时候你的死活 就不归我们管 还不快说 老太爷 是孟长空 我问你 他说 这件事就摆脱你了 若会长 您就放心吧 这一次 一定要让五湖商会 安静不复 什么事 会长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吧 报警了吗 金老 我们又见面了 金老 我们又见面了 孟长空 你擅自带人闯到我这里来 还打伤我的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听说 云顶湾挖出了战国时期的文物 所以带罗姬来考古 你楼下的小弟不懂事 我帮你立立规矩 我看你分明是想瑕疵报复 行了 别吵吵嚷嚷的 想什么样子 江老 你放心 我一定会秉公处理 怎么样 宝大师 罗军没错 这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东西 江老 这可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我看你这宫期恐怕要拖一拖了 云顶湾项目应发现重大考古遗迹 我宣布 即日起 无限期查封 即日起 无限期查封 罗军 这不符合规定 他说这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这就是吗 郝大师是市级鉴定师 在市博物馆可是挂着号的 难道说他的话还有假吗 江小姐 难道你想阻止本局执法不成 我们自然不敢阻止罗局执法 但罗局执法 起码要把事情弄清楚再说吧 难道现在还不够清楚吗 清不清楚 还要等我们的人鉴定完再说 你们的人 没错 九姑娘 请出来吧 九姑娘的能力 以及玲珑格的声望 各位应该信任 九姑娘您 没错 杨毅治好了我的腿 所以我是来还人情的 不过 孟会长和五湖商会之间的恩怨 与我无关 今日我只管健保 不管其他 那就希望九姑娘 不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那是自然 这是假的 你胡说 我胡说 那我就把玲珑格多年以来的声语压上 说是这里的东西 但凡有一件真品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骆军 您已经下令封查了 难道还在这任由他们胡说八道吗 是我们胡说八道 还是你居心叨测 小文山 赶紧说吧 是孟长空 用毒威胁我 让我偷偷地放弃 一件假的文物在工地上 为的就是偷垮五湖商会 你一盖胡言 你还给我转了钱 难道你想抵赖吗 你们都是五湖商会的人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喘通遗弃 骆军 不要听他们胡说 赶紧查封吧 既然事情存在争端 那就暂且查封 等调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不行 云顶湾项目 我们五湖商会投入巨大 耽误一天就是几百万的流失 这样的责任谁承担得起 江青青 云顶湾发现重要古迹 不管真假都要弄清楚 我一个局长说的话不算吗 你也配 云顶湾发现重要古迹 不管真假都要弄清楚 我一个局长说的话不算吗 你也配 杨毅 你什么意思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我看看是谁这么大的官威 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武艺 夏处长 你怎么在这 罗局长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善用职权 寻思舞弊 你这个局长的文字 我看还是让死 我冤枉啊 夏处长 我没有 没有 那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为什么仅凭孟长空的一面之词 你就要查封云顶山项目 我 我是受了孟长空的蛊惑 我真没有 是吗 那我就叫人好好查一下 你们之间的资金往来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受了蛊惑 还是受了人家豪臭 夏处长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行了 你就回去 等着接受制裁 还不快走 行了 你就回去 等着接受制裁 还不快走 夏处长 您看 这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真的是误会吗 刺骨官府不问江湖 云水市的地下秩序 已经混乱了近百年 如果我做了云水市的地下王者 也好帮你管理好这云水市 你说是不是 地下王者 孟长空 你在想什么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夏卿主宰 就不会允许 就不会允许云水市有什么地下王者 任何人触碰法律的底线 我都绝不饶数 夏处长 你是铁了心要帮杨毅和武污商会了 怎么 还想威胁我 不敢 只是 只是 云水市最近很乱 我只想提醒你 除入小心点 已经上任周长 是上班时候出了意外 云水市最近很乱 我只想提醒你 除入小心点 已经上任周长 是上班时候出了意外 好 很好 孟长空 周深 即日起 下令严查孟家的所有产业 但凡有出口法律底线 该抓抓该杀杀 是 夏周长 杨毅 你屡次怀我好事 我一定让你死无早生之地 孟长空 当着夏周长的面 你还敢出言恐吓我 不怕吃官司吗 我们走 承蒙夏周长和九姑娘帮忙 不然今天的事情 就很难收场了 江老客家 为人父母官 这本就是我应尽的意义 杨毅是我的恩人 恩人有难 自当出手相助 这一次多谢九姑娘 和亲主姐帮忙 改日定当回报 好 既然事情已经完美解决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还要回去 彻查孟长空 事情已经完美解决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还要回去 彻查孟长空 我连龙阁也还有事 我便先告辞了 好 杨毅啊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了 不然我们江家 跟母姑商会就遭殃了 江爷爷 您客气了 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帮你啊 就是帮我自己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江爷爷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晴晴晴啊 替我松松洋溢 好 爷爷 阿姨 清王会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你的意思是 对孟家一用一样的方法 你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我可不像他们那么丧心病狂 为了达成目的 网顾他人心目 我可干不出来 那你打算怎么做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这些事你就别打听了 有我和江老在 哪里用得像你江小大小姐出手 阿姨 有你在 真好 阿姨 有你在 真好 来老鼠 喝着 老杨啊 要不咱那儿还是别喝了 要不一会杨一回来了 又该念叨了 谁是谁老子呀 他敢管我 没事 喝着 喝 爸 有我儿子回来了 你怎么又拉着老鼠喝酒啊 他身上还有伤呢 哎呀 就一点点 一点点 点什么一点点 我的伤不碍事 该吃吃该喝喝 你看 我说就是吧 一哥哥 不是我不管 他们俩在一块 谁都管不住 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 哎呀 就别说我了 说说你自己吧 都老大不小了 你看雪儿怎么样 我可认定雪儿这个儿媳妇了啊 什么儿媳妇 爸 你别乱说 爸是过来人 这年轻人哪 别那么害羞 是不是 爸 雪儿对我来说 就像亲妹妹一样 爸 雪儿对我来说 就像亲妹妹一样 你以后 少点鸳鸯谱 是啊杨叔叔 你哥哥对我来说 就像亲哥哥一样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个臭小子 雪儿哪不好啊 你看人长得这么水灵 又这么勤快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说了你也不懂 你个臭小子 雪儿 没事 别理他 杨毅这臭小子 就是见奏 雪儿这么优秀 看迟早他会发现的 对不对 来喝酒 来 来 吃菜 我没喝多 没喝多呀 对了 杨毅 明天我就要走了 雪儿 我就交给你了 帮我好好照看他 老叔 你放心 交给你 我放心 雪儿 不会成为你的脱离的 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就已经是商业管理学博士了 而且自己也开过一个悬疑馆 等等 老楚 你说清楚 那个享誉国外医疗报刊的悬疑馆 是雪儿建立的 那个享誉国外医疗报刊的悬疑馆 是雪儿建立的 是啊 只是很可惜没能留下来 被人收购了 真是没想到啊 亦哥哥 你什么意思 开心的意思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还挺有才华 那是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是是是 我正愁 医馆建立后没人打理 老楚 你放心去 雪儿交给我了 好 这老楚 不会是在宽我吧 雪儿怎么看 也不像是能够打理好悬疑馆的人 亦哥哥 你处在这干嘛呢 好 没什么 我现在去医馆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走吧 走 给我狠狠地走 不要 你们不要 住手 杨毅 还真是冤家路窄 在这儿就让人都能碰见你 这是我的医馆 你碰见我也不奇怪 我管他是谁的医馆 赵杂不误 我的医馆 你碰见我也不奇怪 我管他是谁的医馆 赵杂不误 给我砸 马文才 你是不是忘记赵的汉胡义 行 有种 我们走 金姐 谢谢 金姐 这医馆开得好好的 您为什么要卖呢 杨绍 实不相瞒 这家医馆 乃是我父亲亲手创办的 只可惜 他老人家不在世了 而我精英不善 根本无法维持 这家医馆的正常运转 原来是这样 金姐 还请节哀 无妨 既然 杨绍想买下这间医馆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杨绍想买下这间医馆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我父亲生前 诊治一位特殊的病人 耗时多年都没有结果 到死都没有治好他的病 我听闻杨绍医术高明 只要您能治好他的病 我便立刻与您签下 转让合同 行 我一定完成您父亲的医院 我不想医馆毁在我的手里 更不想它成为 压榨可怜人的工具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或者这样 你可以继续在这个医馆里面工作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想 最了解这家医馆的还得是你 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话 这家医馆 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 嗯 会的 亦哥哥 他这病 他这病看起来很棘手 我知道了 亦哥哥 你一摸就知道病因了 终于讲究望闻问切 他的病情 我已经大致了解 我已经大致了解 过不了几日 他脸上的黑斑 便会全部消失 刚问杨少 这病因是 是毒 怎么会这样 能中这么歹毒的毒 只能说明他的身份不简单 小兄弟四位敏捷 不错 我是李渊 什么 您就是当年四海帮 刺察风云的二当家李渊 是 当年四爷被人害死 我便整合残余势力 折服了 其实四爷没死 你说什么 四爷没死 其实四爷没死 你说什么 四爷没死 对 韩四爷现在在皇家的私人别墅中休养 你快带我去见四爷 你快带我去见四爷 别急 您现在身体还需要调养 等你的身体恢复好以后 我就带您去见四爷 太好了 太好了 四爷没死 我该怎么感谢你 想谢我 那好吧 想当年 李老哥可是被人称为诸葛神机的 现如今 云水是风起云涌 我想请您 给我指条迷路 等 等 对 等风起 那风什么时候起 起的时候 你自然知道 叶哥哥 婷姐 忘了向你介绍 这位是楚灵雪 以后这家医馆 就是她当负责人 医馆有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可以商量着来 好 婷姐好 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嗯 一定会的 喂 清清 怎么了 姚依 你快点过来 爷爷她好像又中毒了 什么 那以后 我们合作愉快 嗯 一定会的 喂 清清 怎么了 姚依 你快点过来 爷爷她好像又中毒了 什么 你别急 我马上回来 雪儿 医馆的事情 就先交给你了 嗯 我有急事 先出去一趟 叶哥哥 清清 阿易 你怎么出这么多号呀 我没事 赶救了病人 姜老现在怎么样了 情况非常不好 你快去看看吧 好 清清 爷爷这是被人下毒了 而且这毒 十分邪门 现在的我 只能暂时封住 爷爷体内毒素 这七日之内 他与常人无异 但无法清理毒素 七日之后 爷爷便会毒发身亡 什么 之后 爷爷便会毒发身亡 什么 阿易 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真的不能眼睁睁 看着爷爷他 办法是有 只是 我只有五成把握 不知道 杨姨 你尽管放手大胆的治疗即可 如果我真的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跟清清都不会怪你的 好 江爷爷 那我准备一下 过两天 就给你去毒 啊 你对云水士 目前的形势 怎么看 我觉得 云水士目前 太似三分天下 其实 是四方争霸 黄九炎与韩四也算是一方 明与青龙会 两方斗法 再加上各种隐藏势力 而我 就像夹杂在各大势力之中的一夜 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其中 没错 正是如此 那 你对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未来应该还是四分偏向 黄九炎实力雄厚 加上韩四海的相助 一般人难以喊 而那些隐藏势力藏得太深 想把他们揪出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至于青龙会 早晚会覆灭在我的手中 一天两天的事 至于青龙会 早晚会覆灭在我的手中 所以这四分天下 必须有我的一份 好小子 有魄力 江爷爷谬赞了 为什么不是你和另外两方势力 三分天下呢 爷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你不想要江家吗 我想 但是我也明白 谈多脚不来 在各大势力中 我觉得 只有江家最值得我信任 现在就有一个 让你迅速得到江家的机会 只要你娶了青青 整个江家和五湖商会 就会以你马首实战 爷爷 爷爷 我愿意去青青 这是 我已经在市里的漩涡中了 我不希望青青 每天活得提心吊胆 阿姨 我不怕 我不是什么温室里的小花 我觉得我能自保 我知道 可即便是这样 以我的地位来说 即使入费江家 有江爷爷帮我承担 底下的人 也是不会负担 这样 不仅能够引起江家的矛盾 还会招来外部市里的有机可乘 倒不如 黄宝是现在这种状态 等我有了一定势力后 再考虑婚姻之事 我看你就是不喜欢 没 青青 不要胡闹 我倒是觉得杨逸考虑得很周全 只要相爱等多久都迟他 我相信只要加一时日 杨逸必定会大有作为 甚至可能绝逐云水之王 爷爷 成为云水之王 真的可以获得五道七云的加深吗 是的 只要成为云水之王 便能开启飘渺云府 飘渺云府啊 是的 这是一个古老的势力 只要能够成为云水之王 不光能得到五道七云的加持 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一桩仙缘 仙缘 不能得到五道七云的加持 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一桩仙缘 仙缘 还有这种好事啊 姜爷爷 您就不心动吗 我当然心动过 说不心动那是假的 但是我不敢啊 云水市的水太深了 我怕我们姜家万劫不复 能有多深 连您都记得 这个 你以后就能知道了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总之 你要小心黄清风和韩四海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建立妄议之人 不可深交 好 我知道了姜爷爷 那您打算如何处理青龙会和马氏集团 既然他们找死 那就把他们从云水市抹掉 正有此意 如果不出我所料 青龙会很快就会对我们五湖商会动手 我不出我所料 青龙会很快就会对我们五湖商会动手 到时候我想让你和清清打头针 所得地盘五五分成 你看怎么样 啊 姜爷爷 您这是 姜爷爷 你不要感到惊讶 我们姜家欠你的恩情太多了 既然你和清清两个人能情投以合 你又一声一声的喊我爷爷 我怎么能亏待你呢 姜爷爷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老了 以后就看你们年轻人的 到时候你洋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我再把清清风风光光的 给你嫁过去 爷爷 黄九爷的人 姐吧 喂 北明大师帮走了小姐 喂 北明大师帮走了小姐 也名要你一个人去妙舍堂废墟呢 正好 那就去会会她 我和九爷在后面四进而动 杨少 拜托了 一定要将小姐平安地带回来 好 江爷爷 黄小姐被北明大师给掳走了 情况紧急 我先告辞了 这个北明大师怎么回事啊 绑人都绑不对 危险你应该绑我才对 哎 清清 别闹 杨毅 你快去吧 好 行了 别是废醋了 我先去了 啊 你小心点 杨毅 你终于来了 你这个躲在阴暗角落的家伙 终于肯出来了 小子 我看你是来找死的 大话别说得太早 不然很容易被打脸 说吧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黄小姐 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恩怨 牵扯无辜就不好 很简单 一命换一命 很简单 一命换一命 用你的命 换他的命 不要一个个 闭嘴 可以 但是你要怎样才能保证黄小姐的安全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看着黄小姐离开 好 快点 杨毅 你居然言而无信 你怎么这么天真 你真是宠物 我 我要杀了你 你竟然敢偷袭我 和你这样的卑鄙小人 讲什么武德 你这个奸诈小人 你这个臭杨毅 我找人来报答你 丁哥哥 丁哥哥 你三八两四六 我一定要嫁给你 黄小姐 杨毅 我劝你还是从了吧 你还是从了吧 清清 你怎么来了 阿易 我担心你 又不敢给你添麻烦 所以就来这等你了 我没事 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早点回去吧 现在这个时候回去 是不是不太安全 对了 对不起 是我叔叔 那我送你回去吧 你应该也挺累了吧 还好 不累 你是不是金屋藏胶了 没有啊 也就是雪儿入住了我的房子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对了 雪儿妹妹 那正好 我去拜访一下 雪儿 丁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雪儿 丁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好特别的欢迎方式啊 雪儿表妹 清清姐 其实我也不算是远方表妹 只不过是丁哥哥的爸爸 跟我爷爷关系比较好罢了 雪儿 家里来客人了 你去厨房切点水果 好 丁哥哥 我一定会照顾好客人的 客人 远方表妹 那个清清 先进屋吧 好的呢 义哥哥 清清 我家里有点破 你不要嫌弃 义哥哥 我怎么会嫌弃呢 我可是要嫁入杨家的 今天过来呀 就是提前来认认门而已 阿姨 阿姨 伯父呢 杨叔叔出去喝朋友喝酒去了 我还想着要是伯父在 跟他来到家常 看他对我满不满意啊 清清姐 杨叔叔喜欢贤惠懂事的 你说是吧 阿姨 哥哥 那正好啊 我自认为我挺懂事贤惠的 清清姐 杨叔叔还喜欢会照顾人会做饭呢 很简单啊 我家保姆会做饭会照顾人 面面具的 要不你们俩 阿姨 你怎么出汗了 我就现在觉得有点热啊 没事 我去打洗手间 你们俩 清清姐 你都还没有见过杨叔叔 就张口闭口 嫁入杨家的 雪儿妹妹 一个男人要是管一个女人叫妹妹 那在他心里永远只能是妹妹 我劝你 别白费力气了 我乐意 不用你管我 我进水楼台心得月 谁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算了 谁会跟一个小朋友记住 你说谁是小朋友呢 杨叔叔可是让我做他儿媳妇的 是吗 那你一哥哥答应吗 谢可琴 味道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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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说 要给我治疗寒症吗 跟我回来的时候 我看灯灯滚了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你先起来 你忍耐一下 雪儿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叶哥哥 我好冷啊 你可不可以抱抱我 不应该啊 雪儿 你再坚持一下 等治疗结束就不冷了 雪儿 新衣馆开好了 咱们去看看去 这以后你可是新衣馆的负责人了 好 叶哥哥 你等下我去换个衣服 好 叶哥哥 你等下我去换个衣服 雪儿 你帮我管理医馆这件事 需不需要跟你爷爷说一声 叶哥哥 等妙手堂剥落正轨再说吧 你放心吧 你把妙手堂交给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行 听你的 上车 林雪儿 你看见了 这家衣馆就是妙手堂 恭喜 叶哥哥 终于有了自己的医馆 我相信 在我们两人的强强联合之下 终有一天 妙手堂会震惊事迹 放心吧 叶哥哥 我一定会帮你完成的 杨少 你来了 李哥 云水式的风 今早应该就会起了 嗯 狂风呼啸 黑云压成 这是大乱之招 嗯 狂风呼啸 黑云压成 这是大乱之招 杨少 你平步情缘之路 就在东南方 若是五湖商户的人打电话 让你去打地盘 你一定要记住 要从东南方开始打 李哥 我可不迷信 杨少 这可不是迷信 东南方可是你的服务啊 在云水式的东南方 有青龙会的一个秘密据点 李哥 这个秘密据点 具体是干什么的 你可否透露一下 这个秘密据点 可是青龙会的命脉之一 只要你拿下它 能掐住青龙会的软肋 行 我明白了 李哥 我若是想要彻底成功 恐怕要等着你出山 在你身体康复之后 你要尽快将四海八的残重集合起来 等着我的命令 在此期间 您不要试图去联系韩四海 明白吗 杨少 这个你放心 我李渊也是个吃人除暴的人 绝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情 行 那就让我们一起 让这沉寂了许久的云水式 嗯 再次热闹起来吧 嗯